虽然AI股近期陷入整理 不过 AI相关建制需求续望 四大CSP云端服务供应商 微软 亚马逊 Google Meta等持续增加资本支出 增添AI均被火力 相关供应链下半年营运不看淡 伪创董事长林献明 先前就表示 下半年景气会比上半年好 AI需求仍强劲 台湾在全球AI供应链角色不可或缺 AI带动资料中心需求大幅提升 伪创今天宣布 与亚洲AI资料中心软体 系统大厂ZatBite策略联盟 在台建制首座超大规模AI资料中心 并采用最先进的夜冷系统 林献明表示 与ZatBite合作建制超大规模资料中心 秉持促进台湾AI技术的愿景和承诺 将可为台湾AI生态系的发展 及全球舞台地位带来重要的贡献